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成热门专业 他们爱你们爱得热烈 希望你们都能升任CEO走上人生巅峰 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未来的扎克伯格 而且教者们都希望孩子们将来有个好工作 所以经常会听到以下对话 哎 你想学啥呀 金龙 你不赚得多吗 你听谁说呀 我妈 于是千千万万没什么想法的小宝宝们 进入了自己之前完全不了解 学了以后不喜欢但是听说好就业的专业 自己喜欢的专业 这些专业希望你们能够一腔热血现身学术 成为未来的爱因斯坦 威德克斯坦等等改变世界的人 所以也有好多同学疯狂地投入了学术研究的怀抱 然而 坦克的现实是 开始学术研究之前 他们认为学术研究是这样的 然而事实上是这样的 除了专业学习上的折磨 还有就业时的迷茫 比如说 诶 你哲学学得那么好 以后是要当高中政治老师吗 诶 学得不好 学得不好 诶 你这专业要学得好的结果都疯了 既然什么专业都这么酷 业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那么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上大学之前 我们对大学的印象是这样的 首先它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 然后还有好多的自己识 就可以提供我想学的很多东西 但是上过了大学 我们对大学的印象就会变成这样 因为现在学生来说 大家都更愿意去学一些 我们说的比较实际一点 能赚钱的一些科目 所以呀 选专业就像谈恋爱 有个择偶标准 你喜欢经济实用型 我喜欢影响浪漫型 我希望能够成为这场精英 你希望能够一生专精学术 选好就业的专业觉得自己不太喜欢 选自己喜欢的专业又觉得找不到好工作 然而 即使再喜欢他 确定恋爱关系前也要多做调查 看这个人靠不靠谱对吧 大学专业有可能会陪伴你很多年 这时候要严肃一点多做的功课 否则 就是一把青春累呀 为了造福新山为客用户 学团在线特意推出鼠息端项目 带你了解各专业背后的故事 或你的专业学习大侠基础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更有好理相送哦 让我们少一点争执 多一点关怀 这里是学团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